前几天是赌王三一泰陈婉震70岁大寿 三房一如既往的低调 只邀请情友出席 连香港媒体都全然不知 令人意外 何超连三日深夜分享了两张照片 都是三房的全家福 他和姐姐何超云都气嘴 假装要加吻母亲 龙凤泰弟弟和尤其则站在身后配合 另外一张也只有四人出镜 三太打扮精致 脖子上挂着一条猫头鹰的锥饰 必然价值不菲 桌上摆着寿包十分简朴 丝毫没有显露何家该有的财力 何超连分享照片后 窦霄的去向惹争议 网友纷纷追问窦霄去哪里了 如此重要的日子 身为何家女婿居然缺席 确实耐人寻味 两人交往多年十分高调 去年四月举行婚礼之后 因为没有定期合体 不时传出婚变 所以好心的粉丝 又开始担忧两人的关系了 有粉丝表示 窦霄可能是禁足了 他主演的电视剧刚好在近期开机 作为男一号的窦霄 不可能撂挑子 大概率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缺席三太的收宴 另外 何超云的未婚夫也没有出镜 值得一提的是 前段时间何超云35岁生日时 未婚夫也缺席了 明明去年何超云生日时 这未婚夫已经是一副男主人的样子 全程张默 话说 师储反常必有妖 要知道 何超云和Douglas爱的你浓我浓 自从在一起之后 何超云就没少秀过恩爱 就拿去年何超云的生日来说 Douglas为他送上了大束玫瑰 两个人还脸贴脸亲密的不得了 Douglas是何许人也 他出生在一个平凡之家 曾经在英国读高中 澳洲读大学 做过健身教练 做过救生员 如今是消防员 Douglas外形阳光 感情史就是曾经和一个外国女生谈过恋爱 之后便是何和超云的这一段 自从Douglas和何超云恋爱后 事业也是扶摇直上 被调到了监东消防处总部 据说总部是担任文职居多 也就是不仅升职了 还更安全了 也更有面子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沾了豪门的光 或是何家采用了一些手段 不管怎么样 Douglas对何超云是有硬币求 陪着他周游世界 尽可能满足他的需求 把女方哄得服服贴贴 任凭外界怎么骂他软饭难 而何超云 从与陈山聪的失败恋情走出后 对热情大方的Douglas也很满意 开始了全方位无死角的秀恩爱 不管做什么都要发上社交网站秀一秀 两个人的恋爱之路 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曾经在两个人旅游日本期间 爆出了一单丑闻 据说三十多岁的中国籍男性 在单独外出期间 和二十多岁的女性搭讪 期间将女性拖到男厕所试报 证明男性还是香港的消防员 证明中国籍男性的条件 都与Douglas不谋而合 于是大家纷纷将Douglas 和新闻中的试报男对上号 虽然后来何超云以及官方都证实 证明男性并非Douglas 但还是对他本人 以及何超云造成了一些影响 但毕竟何超云的家庭不简单 Douglas想要取何超云 也是压力重重的 这边同时可能阴阳怪气 也可能瞧不起他 认为他吃软饭 那边上司认为 他整天陪着豪门千斤吃喝玩乐 有损消防员身份 但是毕竟有颇天的富贵亚 要是真能踏进豪门 这些压力都不是什么事了 据说Douglas已经和何超云求婚成功 升级未婚服身份 至于何超云和Douglas 能不能真正拉埋天窗 从近期两个人少互动 少恩爱的情况来看 似乎是出蹊跷了 说起来何超云今年已经35岁了 但是婚姻却一直没有着落 几段恋情都没能结成善果 当初何超云去英国留学时 他和霍家霍启文都在博明汉 两大豪门竭力撮合这二位成一对 可惜两人意愿都不强 何超云后来还和皮草大王家的儿子王大叶谈了一段 王大叶名字叫得厉害 实际家产在何家面前啥也不是 赌王老父亲已经很不满 没想到和王大叶分手后 何超云竟然爱上了TV笔小声陈山聪 三色台出名的公子低 陈山聪家里也不像何超姨老公陈子聪家 好歹有点渊源 他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精神小伙 还是有父之父 把家里气得 陈山聪突然被年轻美貌的何超云看中 受宠若惊 马上踹了糟糠气 想要翻身浓奴把歌唱 他在情人节早上和太太离婚 下午就抱着玫瑰 拿着离婚证去向何超云表忠心 这种人要嫁进门 和洪生一万个不同意 看吧 就算你是赌王 儿女任性起来 你也是无可奈何 那几年 何超云可是做天做地小做惊 按道理 出身名门的千金小姐品味应该很好 现在和消防员恋爱的何超云 穿着风格也很大气时髦 何陈山聪恋爱那些年 何超云打扮的 真持偶 这非主流的发色 脖子上抢眼的超大型饰品 真是一言难尽 为了配合何超云朝人的品味 陈山聪也是打扮得初威又风骚 每次出街都浑身惊喜 时髦这种东西真的 能不敢还是不要敢 十年前红透半边天的名牌爆款 十年后看 土刀吊炸 为了留住千金 陈山聪那些年算是费尽心思提供情绪价值 何超云的生日月 他会每天送何超云一个小礼物 一看就知道没一样值钱货 但千金说了 看来在你心中我还真是个小朋友 爱马 他看尽世间繁华 就带他做旋转木马 这大兄弟十多年前就这么干了 大S的光头老公 为他闻结婚戒指 这创意也是从陈山聪这里抄的 陈山聪将何超云英文名Fiorinda的首字母 F大大的纹在身上 又是一年生日礼物搞定 那是陈山聪可牛逼了 他自以为快要嫁入豪门 在TVB拍戏时挑三拣四 也不把高层放在眼里 戏拍到一半 扔下所有人去机场陪何超云飞欧洲的事 他都做过 你猜这段荒唐的感情如何结束的 太简单了 三太陈婉真断了何超云的信用卡 欧货 真爱马上现原刑 被分手的陈山聪 还找何超云索要千万分手费 被何家保镖赶出门外 当时何超连迷恋弯弯男性吴克群 吴克群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这姊妹俩被虐得死去活来 三太气得蹊跷生烟 与陈山聪分手后 何超云变得低调许多 不仅放弃夜店生活 减肥重塑身材 还跟随三太学习做生意 最近几年 三太的物业投资 都是由超云负责打赏 何超云曾传出 与三太澳门公司的高层 年约50岁的男子交往 不过这个消息并没有得到双方证实 最终不了了之 直到去年 何超云才公开了恋情 他的男友是一位圈外人士 是消防队队长 南方曾远赴英国留学 2013年读完中学后 即飞到澳洲深读大学 后在南澳大学毕业 Douglas成为消防员前 当过健身教练 也在某豪宅会所做过救生员 在港台地区 大把度过精的年轻人 从事一些不太需要头脑的工作 Douglas爱好旅行 家里全员基督徒 情史清白 几乎没有不良爱好 讲真 也不失为一个共度一生的好伴侣 毕竟钱 赌王家有的事 可惜男人总是有些放不低的男子气概 这位仁兄似乎是因为被嘲讽软饭男 而疏远了何超云 Douglas和何超云在一起后 不知是不是何家的超能力 他突然离开从事了四年的一线消防岗位 被调往尖东消防总部担任文职 这你也懂得 文职就意味着出入火场的机会少了 安全系数增加了 而且他的月薪也涨到了港币八万一千每个月 升职加薪又有富贵美期 Douglas这个境遇惹到了不少苦苦求生存的香港打工人 扶贫弃贵 吃软饭的流言不绝于耳 一开始Douglas也不放在心上 照样陪着何超云满世界晃游 日本这种近距离飞行一两个月一次 东南亚更是去得平凡 前段时间何超云35岁生日 他在社交平台贴出多张与家人及好友的庆生照 大晒火辣身材 不过今次就未见任职高级消防队长的未婚夫Douglas踪影 何超云昨日在IG晒出与三位友人的合照 现已布满大量红色星形气球 照片中见近年瘦身成功的何超云 穿上低胸贴身短裙 大秀白滑相间及美腿 非常靓女 其后更拿着一束气球 到网红爱到的电车站打卡 除了几位好友外 何超云亦有贴出与包妹何超连的合照 何超连向寿星女送上birthday kiss 更写道 双鱼宝宝生日快乐 可见二人姐妹情深 不过 在多张照片中 就未见未婚夫Douglas的身影 未知何超云是否一反常态转低调 网民纷纷留言追问二人的婚期 近年 何超云与Douglas越爱越高调 不时会晒出去旅行的照片 不过自从他们上约 与何超连一同在澳门 欣赏国际乐坛巨星Bruno Mars演唱会 就未有再公开秀恩爱 早前梅西随国际迈亚密房港 两姐妹又与包地和尤其 一同现身大球场看球 而曾与何超云结伴 看澳门大赛车的Douglas 同样未有现身 去年二月 何超云庆祝34岁生日 未婚夫都有和他的三位好友 一同为何超云庆祝 其实 何超云和Douglas的感情一直很稳定 看演唱会时他也在 只是何超云和何超连 特意没有放有他的照片 2月21日 何超云刚刚在 因此发过两人情侣合照 庆生时 恐怕也是在一起的 之所以突然选择低调 也许是因为Douglas 收到了来自单位上司的警告 身为公职人员 形象很重要 不能整天陪着女友 吃吃喝喝秀恩爱 而且港媒报 Douglas的同事们也颇有微词 认为当初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何富家女订婚后就金贵了起来 不再一线工作了 这或许就是何超云和未婚夫 减少秀恩爱的原因 看来这破天富贵 即使破到了你身上 还得命才接得住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